红仲秋案之后一个多月 已经有两位国防部长因此请辞了 那么今天又传出军中高层恐怕还有异动 这回是陆军司令李祥咒 国防部证实李祥咒在7月16号就曾经请辞 当时受到了未留 不过呢这回再度向国防部长言明申请要提前退伍 态度看来很坚定 陆军下时红仲秋冤死军中 陆军司令李祥咒决定负起责任 陆军司令李祥咒上将他曾请国防部办理退伍 那有关本案的严部长已经予以未留 他希望李祥咒能够继续为国效劳 有媒体报导李祥咒已经向马总统请辞 申请退伍仪式 国防部要郑重的澄清 绝无此事 国防部证实李祥咒申请提前退伍的讯息 期许李祥咒早在7月16号 就像前国防部长高华柱请求调离司令职务 不过受到未留 不到一个月李祥咒两度选择离开 这次甚至决定提前退伍 放弃所有军职 动作之大引发外界好奇 由红州出案国防部和陆军屡次传出护杠 宣传陆军针对红案提出陈储名单 许任参谋总长的言明非常不满意 特别要求处分李祥咒即抑制申戒 后来言明成功卡位 国防部长又破格让海军出身的高广齐 接任参谋总长 让海空军夹杀陆军的传闻甚嚣成上 大家都讲说国防部有内斗 全世界都一样 当然都有军种内斗 等到这个媒体开始在渲染这件事情的时候 扩大报道这件事情 国防部才惊吓到 结果一发现你入侵司令部为什么都不出面呢 这是你的谴责 在你谴责范围之内的事 你为什么不出面呢 但是以我对李司令的了解 他对这个事情他一定很自责 那即使是他真的有寝食 我觉得这一点也不意外 那我想与其讲说内斗 不如讲说良性的竞争 前陆军总司令胡政府站出来 替李祥咒缓家 不过红案不断向上延烧 陆军有频传意外 李祥咒求去的举动难免受到关注 明日新闻这么多